彭夏大哥 剛剛看到的是 賴清德用台語言講 他說備戰才能避戰 是 我覺得這個問題 其實賴清德講的 跟梁蔣講的一樣 只不過他用台語講而已 梁蔣是用他的 用浙江話講 對不對 一樣 為什麼一樣 因為本來就是 全世界拿國家 不是靠備戰來避戰的嗎 然後才能獲得和平的嗎 所以說 這個如何的維護和平 來獲得和平 跟藍綠無關 跟哪個黨派無關 所以我覺得說 現在的藍綠有很多的講法 讓人家聽不懂 真的聽不懂 不要買彈藥 不要變成彈藥庫 不要地雷 不要 然後要委屈 委屈求和平 天啊 你看看 現在天下最委屈的是誰 最委屈的是習近平 他是14億人的皇帝 在中國範圍內 他要關誰 他要殺誰 他要判誰 幾年 他要判一個上將 使喚 一句話 一個眼神就決定了 結果他多麼委屈啊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就沒要刺蜜啊 啊為什麼 因為 美國 還有 這個G7 五眼聯盟 AQUAS 啊 一大堆 都 站在台灣的後面 你 你看看 這個就是 台灣的底氣嘛 我們幹嘛要委屈呢 啊 要讓習近平委屈 讓習近平 委屈到底 說實在 誰最喜歡說 啊 委屈求和平 啊 流氓啦 嗯 哈 那個 強暴犯啦 哈 那個 俄羅斯啦 所以說 啊 他就希望說 你來委屈嘛 對不對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美國 的這些動作 我們要知道啊 美國的這個改變 連 這個 過去的 啊 這個時代 完全不一樣 現在還講什麼九二共識 還講什麼中華民國線嘛 還講什麼 欸 阿共的什麼 紅線 這個 都 太老了啦 都過去了啦 現在美國有沒有甩 阿共的紅線 啊 阿共講啊 美軍登台路 就是 武統台灣時 啊 現在美軍來了啊 啊 一到五天堂 啊 不敢嘛 現在美軍 更 進一步 明白的告訴你 我有可能派我的特戰部隊 嗯 介入台海戰爭 直接到台灣打仗 各位 嗯 要了解一點 美國的軍人 要求很嚴格 你一個 軍 軍事將領 你不能夠隨便評論軍 政治議題 嗯 今天 中國是不是你的敵人 你要不要對中國怎麼樣 你要不要到台灣打仗 嗯 不是一個美軍將你可以講的話 換言之就是說 一定是美國的政策已經確定了 他們才敢講這樣的話 他們才敢做這樣的演練 所以今天美國做這些 當然不代表說他真的就一定這樣做 但是他今天公開做出來 等於是跟老公講 我們有準備 我們有可能 你自己掂量掂量 習近平要不要繼續委屈下去